大家好 欢迎收看这期的国庆免费A车黄河首位真车提前体验的视频 那这次体验的改装分支我是改了一个又又又 然后这辆车的特性呢是后追特性 这个特性的加成呢还算是可以的了哈 毕竟你看无论是银河之光还是哈迪斯等一线的后追A车的后追加成 其实也没有说强的很离谱啊 毕竟这特性如果你是后追状态的话 那全局都是可以触发的哈 然后这车呢目前只能体验个人计时 所以呢咱现在只说个人计时的状态啊 个人感觉来说整体算是一般般吧 机器这一块呢就是勉强的够用 虽然它有特性加持啊 但是临跑状态下呢还是不太行的 可能我是以客进后追车的要求来要求这辆车的机器性能了吧 没有达到客进后追车的弄舒适感就感觉一般般 然后转向呢有点不大型的样子啊 路线呢就不太好调整了呀 这对于一辆后追车来说那可是硬杀 因为后追的时候呢这个动力速度一上来之后 你这辆车没有很好的转向去适配的话 那就挺难受的哈 不过呢最终跑的成绩还算是可以的哈 在免费A车这个档位来算是 很值得去搞吧 好的那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谢谢收看 谢谢大家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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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